由张彬彬吴倩主演的《三分野》正在热播 戏中张彬彬扮演的都市青年徐彦时遭遇职场不公 却始终怀揣着工程师的梦想 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时 她透露为了能够成为巨抛联演员 她在塑造角色时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 《三分野》改编自同名小说 讲述的是两个个性独立的男女 拼搏事业携手成长的励志故事 张彬彬扮演的徐彦时 始终心怀研究中国北斗导航的梦想 学院时是一个三分野七分正的一个男人 特别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对于自己的梦想也是勇往直前不怕艰辛 对于自己的感情也是 跟自己的梦想是一样 勇敢前行 勇敢地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非常值得去的一个戏 然后人物呢 也和我之前演的一些人物 有所区别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追求的这种 剧抛脸的演员的感觉吧 大家会觉得 张彬彬好像没有之前角色的影子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和期待大家 能让大家看到的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张彬彬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提前前往拍摄地点 认真准备 人物小传 我会提前15天到 去拍戏的这个城市 我感受一下那个城市的这个气氛 和这个生活环境 这个城市的能量 然后其次到那之后 其实我也会比较宅 就真的是只是在房间里面写人物小传 到他这个30岁 他这个中间的经历是一个什么样的 自己去想象 去做一个连接和小说 然后给自己一个心理的支撑 我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演技巧 我也不会运用技巧 所以就是我 对于我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近他 就成为那个人 在这样下去 客户肯定会以为发布会出了问题 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去拖出时间 在人物架设完毕之后 张彬彬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从形象上最大化的接近角色 当时我在看小说的时候 我人还是一个 有点些许微胖的一种状态 然后看小说 说许愿是非常轻瘦 当时我就 我要很轻瘦 才可以符合这个角色 基本上五点之后 完全不吃任何饭 饿了就让他饿着吧 然后包括运动 我会吃蛋白更多一些 今天早上吃了很多 可颂面包 最后最后最后 两个月左右的养得到 16 20斤左右 小说里是什么样的 尽可能的还原 要这样的话 大家看小说的一些粉 都会很欣慰吧 拍摄过程中 张彬彬也赋予了角色 一些独特的气质 比如用电竞来彰显角色 也的一面 其实他本人 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 电子竞技的职业选手 还曾参加过电竞俱乐部 也是一个竞技高手 其实我骨子里是有 许愿石的野性的东西 但是一直也没有机会 给观众们展示 那通过这个角色 让大家看到 张明明骨子里是 有野性的 打游戏是我以前的职业 所以在游戏这块的话 是我赋予给许愿石的 在许多网友的支持下 三分野的热度值 突破了两万八千 张彬彬也兑现此前承诺 晒出了跳海视频 男人嘛 说到就做到 未来他希望自己能够尝试 更多不同角色 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现在也在挑选剧本的过程中 也想给大家挑选一个 再让大家看到一个 另外一个面的张明骨 我希望在我40岁之前吧 把尽可能的每一种类型 都尝试一点 我会很嗨这样的一个事情 继续不断地努力 即使有一天 我和你之间隔着山 隔着海 只要星星们连在一起 我就能找到你